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了 不就只有一天吗 好困 困了不刷牙睡觉也没关系吧 好困啊 哇 灵灵既然没有刷牙就直接睡了呀 那我就把这个朋友送去给他开更有趣的玩笑吧 不是这个 再来 对 就是这个 快去 快去把灵灵所有的东西全部变成软糖吧 好的 知道了 睡得真香 牙为什么这么疼 不管了 赶紧去吃饭吧 哼哼哼哼哼 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换成软糖 肚子好饿 吃点什么还 这是什么呀 漢堡变成软糖了 不会吧 难道我有了把所有东西换成软糖的能力吗 所有东西都能变成软糖 这也太让人开心了吧 太好吃了 赶紧戴上口罩 出去和朋友们玩吧 这是什么呀 口罩换成软糖了 这样脸上不是这么淡白糖吗 黏糊糊的 要快点洗漱完出门了 这个也要做成软糖 来快乐的玩球吧 快点踢球弯吧 这是什么呀 球也变成软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 知道了 原来是你啊 把我的东西全部做成软糖的坏蛋 不能就这样让所有的东西都被变成软糖 要赶快想想办法 打败坏蛋堂堂的方法 答对给出的三道题 就会出现大王牙刷 获得大王牙刷 打败堂堂 什么情况 可以打败堂堂的方法 就是这个呀 好 答对所有的题 打败堂堂 题目一 能够清洁牙齿的工具 只有牙刷 题目二 喝碳酸饮料后 最好不要马上刷牙 题目三 吃软糖后不刷牙 直接睡觉 也不会长住牙 哇 大王牙刷 我都答对了 要赶快找到堂堂 打败它 人下 我拿来了这个 哇 堂堂不见了 牙刷也被我换成了软糖 人下 什么呀 我拿来了这个 谁也不能阻止我 把东西换成软糖 那个 哇 堂堂不见了 哇 东西都恢复原样了 对了 还要刷牙 哇 刷牙后牙齿不疼了 以后软糖要少吃一点 也要把牙齿刷干净 这次的任务也很成功 了 那 没关系 还没关系 这次的任务也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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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